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微觀時事評論 微觀帶您看世界 我是美玲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中南海 黃風落定 紅風呱起 秋天正是楓葉飄飄的季節 可今年黃葉滿天飛 這不 這兩天熱門話題都在談論75歲的原政治局常委 副總理 逼肩小他40歲的女網球員 可比起李雲迪瓢生的瓜大了多去了 這讓吃瓜群眾也吃得太嗨了一點吧 欸 特別是那10萬的朝陽大媽也敵不過一個彭帥 彭帥砰的一聲 直接把張高麗帥得血肉橫飛 那個比起10月底 中共連環氣大爆炸 還要震耳欲聾 這位B間女網友的張高麗常委 應對呂雲迪同志說 你呀 too young too simple 我什麼女人沒見過 電影明星 央視主持人 那個女網球員彭帥 你認識不 我和她床上都談笑風生 彭帥對朝陽大媽說 你們呀 too young too simple 專門密包一些小偷小摸勾當 專欺負明星百姓 黨官高級嫖 包養嫖 你們敢告嗎? 政治局常委 你們知道不 我都敢揭發 張高麗是誰?老張同志原來是江澤民一響的储君 2006年 胡錦濤被江澤民黃海暗殺以後 決定拿下江定下的储君 陳良宇 江澤民名為去登泰山 實則去選擇張高麗作為接班人 張高麗次年在任天津市委書記 並進入政治局 直至在十八大進入政治局常委 彭帥長篇博文在六中全會前引爆 很快被《紐約時報》擴炸 在他的博文中抱怨道 他自始至終沒拿過張的一分好處 這似乎在撇清張有貪污腐敗問題 留了一手 那麼也就是說 彭在發文時是很清醒 很理性的思考過的 也許是我們低估了彭的想法 也許彭是想要張陪他的損失 或者要民憤 有評論分析 不管如何 可能有人在背後給彭指點 也可能有人在後面支持 那這就說明彭同老張沒有那麼簡單 中紀委第二天補刀也許證實了這一點 11月3日 中紀委突然發文 通報天津八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精神典型問題 揭出多名與張高麗有染的天津官員 其實 習近平去年已經派習系人馬廖國勳主政天津 並開始整肅天津的江系人馬 當年天津大爆炸也被中國街坊認為是江派倒席的一大動作 當時 張要辭掉副總理 但被江派保住 中南海黃蜂未定 白熱化鬥爭意味已刮起了紅沙飛沉 六中全會前 有否老虎信龍 吃瓜群眾可以睜大眼睛 不過 據彭帥自己說 失業底與張鬧翻的 張曾對彭從宇宙談到地球 說人小如沙塵 意思就是講 彭就如一粒沙子 不要找不到北 彭就意識到 這個老狐狸要甩了自己 自己在十多年前 可是二十多歲的一朵花 背著摔牛踐踏的呀 好 六中全會前 把這老狐狸打瘸 不讓它淺竄後跳的 彭患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心臟內只有六根彈簧 卻仍能成為世界級的網球員 可見他的性格滿狠 但是 再滿狠 恨再大 愁再深 如若沒人背後支撐 比起人間蒸發來 也是不如人發昏的呀 但從字裡行經看 彭寫揭發文章時 又真的不是發昏的 何況他的博文竟然在網上能夠保留20分鐘 難道平臺自動警示中央領導名字的功能會自動失效了嗎? 網民們關心的是 李雲迪一次嫖娼 唱片被下架 名義被全網全媒體有組織的搞臭 那張高級強姦怎麼辦呢?怎麼可以全網封殺消息呢? 北京有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紅二代說 中南海高官有幾個小老婆算什麼?毛澤東 江澤民 周永康等 哪一個沒有? 像信任常委 常務副總理韓正 也有小老婆在美國 像偉大舵手毛主席學習嘛 但問題是 有人會不會讓他這事了之 這叫往下看了 專家分析 習要趁機動江曾可能性不大 但習要趁勢查張的問題 那是有可行性的 張畢竟是江派的重要議員 但卻在敏感時刻捅了江一把 其實 在多年前 張就曾恐過江一把 曾經國際追查組織打電話問張 活摘中國人器官 是不是江澤民下的命令 張就對電話名確表示說 是的 那麼現在趁機抖出活摘真相 給習增分 點中江派死穴打擊 應該是上天給了習一個好機會 其實 除了像薄熙來 周永康 去彩後高級飄養恩乃 還有江澤民與孫輩們應魅戀 網傳的軍中妖妃湯燦 伺候過的中南海高官等 還有高官夫人共享小鮮肉 如央視帥哥某某綱 被中南海高官夫人包養等等 中國官場爛透了 爛透的還不只是官場 在中國的體育界 明星從小被摧殘的事情也是相當多 那些小孩子還都是幼女 被送進體校或者異校 就會被那些領導摧殘 彭帥事件引起連鎖反應 日前GTV News新聞 前中國國族男一號好海東曝光 與郭晶晶同在國家跳水隊的世界冠軍 福明霞曾經說過 1992年 福明霞發現10歲的郭晶晶的抽屜裡都有避孕套 演藝圈也是一樣 很多女孩子為了追逐明星夢 被導演玩弄 又被領導玩弄 王碩也曾包養了王子文 中共高官可以隨便性侵幼女 而老百姓動不動就被嫖娼 更嚴重的是 早在80年代嚴打時 為了給中共領導換慎 一些農家子弟被冠以流氓罪 強姦罪而被處於死刑 而這些年輕人連女孩子都沒有碰過 還有那些在香港抗中運動中被警察強暴後拋屍的孩子們 也有很多是學生 臺灣財經網美胡彩平則稱 自己聽過好幾則中央主播都有這種傳聞 都是由性侵開場 然後變成女友 因為女方也不可能有其他選擇 她還說 彭帥說張高麗老婆康傑好像像甄嬛狀的皇后 但現實中也有甄嬛逆世皇后成功的故事 男方是怎麼千方百計弄死原配 小三才順利上位 她表示 大部分女友都知道要拿錢 也有一些女友到最後變成貪官污吏的白手套 帳房 台商有很多這樣的 哎 不僅感慨 中共國只有你想不到的 卻沒有他們做不到的 好的 今天新聞就播送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的爆料郵箱是微觀看世界.gmail.com 好的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